面对完全陌生的意志文明,反省可能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时半会儿,更不是一个人所能搞定的,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从上到下基本没有什么反省, 陈民们不反省也就罢了,领导也不反省,所以历史就只好重演了,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重复,他说的对,但他更多的意思是指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本质性进步, 是啊,有人说这是历史周期律,我说这是路径依赖,历史的铁轨延伸了两千年,所有的司机只想到了顺轨开车,有些虽然装模作样的下来修轨了, 但是修来修去,不是修得比原来还窄,就是修得一塌糊涂,大清呢,面临意志文明的扣官,也算是难得的进步机会, 但是正如周宁所言,制度会使机会变成灾难,大清的制度导致这艘破船根本无法转身,别说华丽的转身了,笨拙的转身都完不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没有反省,前锋也没有反省,结果引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地方跌倒不说,还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而且第二次跌的远远比第一次严重,跌倒之后没有新的应对办法,至少学传统办法吧, 比如学学勾剑,握个心啊,尝个胆什么的,咸丰没有,刚上任那几年,倒是下过两个罪己兆, 第一次下罪己兆,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原因是 天灾人祸不断,大的天灾,一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天,四川发生7.5级地震, 地裂冒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死伤无数,二是咸丰元年,1851年夏天, 黄河在江苏丰县绝口,以至于丰县和沛县成了泽国, 临近的山东各县也被殃及,遍地恶嫖,鸡民骚动, 大的人祸,不外是洪秀泉那个落榜声, 咸丰元年搞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很黄很暴力,弄得咸丰心神不宁, 情急之下,咸丰下了个罪己兆,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赵里,咸丰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阴寻疲乏,法令废齿, 一个是自给博德,但解决办法没有自行与苛责, 说来说去就是个绿头文件,也不计事儿的, 现在都是红头文件,万恶的旧社会只好称绿了, 已是改天换地之别, 第二次下罪己兆是咸丰三年1853年, 南京被太平军攻下之后, 咸丰再次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这个罪己兆里, 咸丰态度比原先更诚恳了一些, 除了说自己博德之外, 还说了句深禅治理乖方, 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治国无数, 问题是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 大清的问题是文化与制度长期积累交互影响下的路径依赖问题, 已处于锁定状态,内部根本无法突破, 大清的臣民们更是麻木到了牛马不如的境地, 皇上的罪己既挑动不起百姓的同情, 更激发不起大臣们的天良, 爱谁谁, 这两个罪己兆是咸丰在继位之初的头几年搬下的, 之后也许是发现罪己顶个球用了, 他就不再玩这个把戏了, 而且初灯宝座的奋发向上也没有了, 开始纵情声色, 并且把主意打到了汉家女身上, 清代家法是极严的, 入官之初, 顺治之母孝庄, 怕福林被汉家女所诱, 专门在宫门外竖两块铁牌, 上书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折, 斩, 已不知他们是怕小脚还是怕汉女, 总之小脚的汉家女人成了满足皇帝的禁果, 既是禁果便分外前了, 前辈们就是乾隆大帝也仅是在南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吃个野食, 没成想咸丰敢于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与突破, 当然主意还是由大臣们出的, 说什么天下多事, 圆明园地在郊外, 内事不够用, 亲近左右也不能周全, 不如过些民间妇女入内打羹, 巡逻寝室四周, 更攀为义, 皇帝就安全了, 咸丰一听, 极妙, 马上弄尽了几十个汉家女子, 每晚抽三位轮职寝宫之外, 人手之一半领, 专供敲羹, 天知道他们是如何敲的, 敲着敲着可能就与皇帝敲上了, 敲来敲去, 咸丰本来就病病歪歪的身子, 就更病歪了, 于是就吃春药, 吃春药吃坏了, 御医建议他引入血, 借以补养, 于是圆明园里又养了上百只小鹿, 专供领导和谐补经被敲羹, 咸丰北上抗议的时候没来得及带上这些鹿, 身体就更差了, 国事不堪, 咸丰就有些破冠破摔, 唱戏听曲儿, 打猎泡妞, 吃喝玩乐, 甚至抽大烟, 一样都不少, 更不堪的是这主自此之后再也不敢回北京了, 甚至宫亲王有可能取而代之, 他也不怕了, 他就怕, 回到北京后, 疑人还来找我麻烦咋办, 还想宫使驻京, 亲帝国书, 并且不扣头咋办, 疑蜀代表纳根正马咸丰, 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 骂得不对, 咸丰咬的就是脸面啊, 只不过咬的过分了, 在后人眼里竟有不要脸之弦了, 因为祖宗的脸面无所谓, 祖宗的江山才是正理, 有江山在就有脸面在, 没了江山, 别说脸面, 屁股都没地方放了, 那时的潜规则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脸面, 问题是咸丰的脸和屁股撞车了, 明面上一人拒绝三跪九寇, 让咸丰觉得丢脸, 前底下一人打进了北京, 让咸丰屁股发烧, 最后脸打败了屁股, 咸丰咬了脸, 屁股没地儿放了, 只好到阴间找地儿去了, 咸丰之死, 大清全力出现了真空, 那么谁又能填补这段真空呢? 我们下回分见!